多謝兩位嘉賓的發言 我們剛剛考慮了一個政治制度 台灣政治制度如何影響整個 另一個比較小傳媒關注 但對於台灣未來比較重要的一個 其實剛才可能王議員也有提過 就是台灣的經濟和能力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過 可能是台灣晚九總統在08年選舉的時候 曾經提出過要令台灣的經濟 就是要在這8年可能迅速發展 但是結果就是失敗了 可能就看到在臨近的南韓 剛剛在2012年加入了2050區落海 就是成為了二發展國家 為什麼台灣過往的經濟好像一沉不起 而另一方面 也就是王議員剛才提過 能源政策方面 看到現在朱立民和蔡英文在選舉裡面 都提出過 他們希望在2050年達到一個非核家園 但是如果台灣要是無核的話 他的能源政策又要如何 如何確保足夠的能源供應 去令台灣有一個穩健的經濟生長 想問問王莫士有什麼回應 或者網員有什麼廣衝 為了我回答一下 如果你說說到所謂的能源政策 那當然這一個也都是一個比較 即是一方面有一個技術性問題 即是說 究竟其實在現在台灣 現有的一些 擁有的一些天然資源 可能很大程度上 都是靠這個時候入口 那第二方面 都是可能一些小量的水來發電 或者一些可能現在很多時候發電 但是其實以台灣有一定的人口 或者一定的一個復原 那其實是不是核能發電 是無可避免的呢 或者其實 特別是之前經歷過這個福島核災之後 其實對於核四那個反彈更加大 甚至其實核四會不會再重建這件事 我想其實蔡英文都很明顯說到 其實儘量都避免不要再用這個核能 作為一個主義的發電 即是一個能量的一個風險流量 那當然可能你如果問我 就是有什麼很即時解決的方法 那可能會不會是 可能是 因為現在的情況就是說 現在全球那個石油價格都是下跌 那所以可能 雜誌平均裡面都未必有一個很大 但是就說要找一些很新 或者一些很即時的一些天然的能源 去解決台灣能源短缺 或者台灣能源供應不確定的問題 那但是我想長遠本身 就是如果是科技發展 應該會不會有一些替代的能源 在接下來的那段日子裡面 可以發明到 而能夠可以取得到一個 可能危險性較大的核能 而能夠可以是處理到這個 就是台灣的那個能源源頭 這是極的 那第二件事 講到關於就是 就是台灣經濟問題 我有時經常都會問自己一件事 就是我想如果說英文都經常講到 就是說 其實希望台灣這次 觀算經驗能夠對香港 未來或者是一些政治流水 或者政治流水過程裡面 在選舉裡面的宣傳 能不能夠可以有一些改變的問題 第一件事是講到經濟問題 究竟第一件事 現在經濟問題是 那個餅太小 要做大那個餅 還是實際上那個餅已經是很大 已經不小了 但問題就是說 永遠我只是得到計數 如果我再形象看一看 那如果你說其實某程度上 馬英九旺八年的經濟政策 某程度上是跟著香港那個走限 就是一個經濟上面 或者甚至其實間 直接影響到政策上面 依賴中國大陸的 即是無論你說 香港有SIPA 即是台灣有F 然後之後就是說 甚至最update 例如說 一路 不是一打一路 是一打路 現在連台灣一些 就是比較 親北京政府的國家都說 喂 會不會台灣可以透過一打路 可以有所謂的經濟問題 但是大家都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如果大陸保釋到一個國家資本主義 而它的國家資本主義配合的特色就是 它透過國家作為一個後盾 然後先進入你的市場 然後將你市場裏面所有 可能的競爭穿走 然後逐漸市場 我就隆重了市場 然後呢 有以後靠我 超市有以後靠我 那這個是不是 某一個經濟體系統想見到的結果 這是第一件事 所以你不要以為就是說 有新的大陸的一些參與制加入 是令到市場多元化 或者令到市場有一個選擇 是 是 頭那班會是 就是等於現在可能 你看到就是 喂 為什麼現在香港的油罩 慢慢的那些什麼 遜漢啊 那些慢慢的越來越少 然後慢慢的中石化 會越多 然後呢 如果有些朋友駕車 哇 中石化又不划啊 這樣 那你說現在又覺得遜漢又貴啊 又沒有discount啊 又沒有這個coupon 又沒有東西送 不如入中石化 你想想如果一個人入中石化 然後其他見得最想 因為覺得香港沒有錢 就是全部推出 結果香港的交集 全部通石化 你猜是香港的 即是私家車車主 最終結果會掉呢 究竟是可以有 合理價錢的油 還有有回陣 還是最終會不會回頭 那所以很多時候 香港人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在看那個經濟理的時候 是太短線 然後就不明白到就是說 當香港自以為是一個自由出入市場 但實際上香港本身那個市場本身 其實我不相信香港是一個 free market 就是特別你見到如果這個 market 本身其實有一個政治權力因素 加入了在裡面 這一點 那其實我相信台灣本身 特別是這兩三年 我都覺得有一件事都很難得 就是就是說 其實我剛才提到那個學者吳解敏 或者甚至 我都知道現在 學名修等等 其實都開始 對香港問題 或者對香港 比如說他們都開始有研究 這個月薩運動 以為台灣或者是對香港問題 是完全沒有興趣 或者對香港的研究是完全沒有興趣 但我想無論你說 就在於對香港問題 那種叫做問題性paramatic 或者很實際的就是說 哇 真是 今天香港沒有台灣 如果我們對香港的了解法 知不清楚 對香港怎樣 輪落到被中國大學侵襲的過程 無論是大專院校教育 甚至是選舉各方面 那種慎態不清楚的話 那未來台灣被中國寫的時候 那就完全沒有參考 完全沒有香港作用的參考 那所以他們研究香港本身呢 不單止是令香港研究本身的 那個詞更加大 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 也都希望透過 當然我自己本身做香港研究 其實我都覺得很樂意見到不同國家 不同的人研究香港的問題 那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香港本身面對的問題 某程度面對的狀況 特別是經濟的那個伊蘭 甚至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 那總是有一個好的例子 或者有一個例子 或者有一個例子 我現在手拿著那份叫做中國時報 那大家知道中國時報 以前就是基本上是一個很反共的一個報章 或者甚至它現在屬下媒體 比如說中時等等 那但是自從這個中國時報 中時或者甚至往往被收購之後 他們的新聞採訪的立場 基本上開始是慢慢不在本土 或者甚至其實 特別是一些說到 一些跟中國大陸有關的新聞 基本上已經是一個 好像你現在可以看到這個 《送報》 《經濟破壞千代》 那樣的嘴唐 就是年輕人沒有競爭力 沒有競爭力 要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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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到發展 要回到做事 要回到做事 這個實習 所以現在看到很多大學 那些不知什麼什麼 香港青年什麼什麼社 或者今次這個區議會選舉 你見到什麼 香港青年什麼什麼團 那些都出來了選舉 就是以前那一班 全部參加過那些大陸的家學團 實習 然後結立關係 然後回來 就扮民主派 扮散兵去選這個區議員 所以很明顯一件事 就是你看到 這裡有一個人叫法律 那可能現在朋友不知道 以為白浪是一隻寵物 絕對不是一隻寵物 白浪其實是一個 原本是台灣的黑道 然後因為委員長回到大陸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被大陸呢 是叫做收藍了 然後呢 他前幾年又回到台灣 然後他搞些什麼 就是搞一些 類似在香港 就叫做這個 愛港力 或者是這個 就是一些雙方團體的活動 就是去到 騷擾一些 可能是一些民間團體 是一些社會民間 那你會見到 其實這些團體 以往做的 都是小小叔叔 有了故境 但是可能也是因為 香港 你也見到現在 那些叫做疑似聯合團的 一些親政府組織 已經上了水 浮秀 投出了季 已經不知年次 不知醜 不都不知出來了之後 那基本上呢 那這些組織 看到香港這麼成功 又有試煙 又有靜生 這麼健康之後 它們都捉上了水了 那不是為什麼黃鞍出現呢 我不相信黃鞍去到修理這個 就是 就是 子餘呢 其實是一個議案 或者是一個偶爾事件 其實正正一樣東西 就是說 這幾年呢 中國大學 因為這個習近平管治 其實有兩套說法 就是 沒有所謂的 其實這些說法 都是一些幫助我們 理解詮釋的一些角度 而已 不是對 就是可以用來 驗證是對 第一套道就是 其實就是現在現政權呢 是專門讓一些親政府 和更激進的一些勢力聲音出來 最主要目的是 將 度在地本身建立了的一些 可能是制度 道德 或者是一些秩序是破壞 然後 然後他們那一堆人 製造出來的 所謂非秩序 非道德 或者不道德 或者是一些所謂勢力的 就可以意識不易 這是大家的說法 但是另外的說法就是 其實習近平本身 根本是沒有時間 沒有能力 沒有精力 去到你這麼多的 你想想國內 自從去年五月 股市霸高以來 今年就玩斷 斷什麼 斷陳令 斷 斷了糧錢 用斷了 斷了糧錢 基本上 習近平已經 頭痛 頭痛 但我都要搞定中國內部經濟的問題 已經不要說 就是GBT跌 或者其實你看回整個數據 譬如說 中國整體的能力 如果譬如說你看中國經濟是怎樣 你看GP可能你覺得造假 但如果你看譬如說 它那個Energy consumption 在跌著 或者可能它那些 就是可能不同 不同一些 Lateral resources 或者Lateral resources 它的股票是跌著 那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根本都不需要那麼多 例如去開這麼多工廠 生產那麼多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根本它要處理國內經濟問題 經濟問題 引發一些社會問題 譬如說很多工廠倒閉 或者很多企業倒閉 反而未必它會直接處理 但實際上它如何處理 平方政府之間 處理這些社會獨特問題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可能不敢提 不好意思 但我想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台灣本身 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 那個良述 就是回到去 會不會一帶一路 會起死回生 或者這個 真是開罰物能 是不是新的機遇 我不相信 現在還有沒有人相信 這一套 就是中國大陸經濟 或者中國大陸裡面 都是經濟上面的一個 就是禽跡 或者甚至是一個 可以考慮一個地方 但是香港第一件事就是 台灣人 並沒有因為過百年 馬英九政府 在經濟上面已經去大大陸 而分到任何具體實質的紅利 反而這些所謂港育餅 或者經濟紅利 是全部落去一些 親馬英九 和親大陸財權的一些集團身上 令到他們越來越成大 這個政政也都好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 為什麼連中產階級 一般相對 如果我們用香港的術業 叫港豬 或者一群比較愛穩定 愛經濟發展 愛繁榮 這一群人都轉不投國民黨 或者可能投了一些 可能是親民黨 或者更加有一些 是投這個民進黨 那麼這個所謂的經濟歷史 我想這裏其實 很好要重新要大大地收到一口 謝謝大家